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学扎心和易堪 于是自科举诞生以来就有人摸索如何作弊 奇葩作弊法层出不穷 最经济的作弊方式当然是小超 唐宋时考试时间很奇特 初春二月在京城玩通宵 考生需要自备食物和木炭 拉烛 并且穿上厚重的棉衣 考生还可以携带工具书 装备依多 难免容易混入小超 唐朝和北宋前期 因为选官主要靠举荐 所以考试显得不怎么重要 打击小超力度也不太大 宋真宗大中享福五年 1012年 18个身带小超的青年被抓 皇帝居然没有处罚他们 还安排他们重考 这一考不要紧 居然有12个人合格 宋真宗脑子一热 感觉自己侵犯了人权 干脆规定以后不搜身 作弊者的天堂 是南宋 南宋小朝廷偏安异渝 为了笼络知识分子 不仅扩大招生规模 而且根本不管作弊 小超在当时根本没人玩了 为什么呢 去考场上看看吧 张三和李四互传答案 王二麻子把试卷传给场外亲友团 再看看考场外 有五买通抄写员改写答案 赵六买通月卷人调换试卷 监考人员也兼职开启小卖部 就差高喊 花生瓜子八宝粥 啤酒饮料控泉水 来腿让一让 到了明清时期 作弊的大好时光也一去不复返 本来小抄夹带的基础方式是把必考的四书五经抄在纸上 卷起来藏在笔筒里 也可以折叠起来 藏在宴台下或者藏在腰带 鞋子夹层 个别霸气的还直接抄满大衣内侧 衬衣 衬裤 甚至内裤 不过明清考场搜身异常严格 常见的夹带方式 很多时候行不通 考生进考场时 从头到脚被八个精光 通监考人员查看 衣帽要割开检查 鞋子要掰开检查 便 则要解开检查 当然 制度是一回事 执行又是一回事 很多执法人员隐瞒 比如清出大词人朱一尊的孙子 故意把里外的衣扣 全解开对着监考人员校 这里小抄非常多 对方对这抠脚大汉实在没兴趣 干脆直接放行了 这位朱公子携带小抄 安然进了考场 同志年间状元徐府 府 也夹带小抄混了进去 他摸清了规律 知道检查 一般都是前沿后松 所以故意还在后面 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考生除了迷惑监考人员 也在小抄夹带方面更新科技 有的定制蜡烛 把八股范蚊藏在蜡烛里 有的把四书五经藏在馒头里 还有的更猛 用乌贼只把小抄写在裤子上 再在裤子上涂上泥巴 入场后 把泥巴抹掉蚊子就显示出来了 而这乌贼只又有独特功效 过短时间会自动消失 那么问题来了 古人是如何把长篇大论写到小抄上的呢 这是一门技术 如果是手写 一般毛 笔肯定不行 必须要用特殊工艺做的数毫笔 狼毫笔 墨汁也用不易盛开的游杏墨 之后随着印刷术的经济 又有了被称为金箱本的微型书籍 所谓金箱本 顾名思义 就是可以放在头金箱的微型书 比如泰州博物馆藏了一套六侧的五金被纸 每侧长6.3厘米 宽4.2厘米 也就是火柴盒的尺寸 这六侧居然就囊括了五金的重点内容 当然 家带小超算是比较低级的作弊方式 一般是无前无事之人才用 如果是富二代 往往还能请枪手替讨 或者通关节 大名鼎鼎的唐伯虎 就是阴少墨须有的满气暗牵连而被格却功名的 作弊被抓的倒霉但不少 作弊成功的家伙也很多 相比被革命流放的风险 入室的回报可谓无比丰厚 这自然造就了科举史上的一幕幕作弊丑闻 有趣有料 有深度关注公众浩涛历史 和替君一起读历史作者公子扎来源百家讲 谈杂志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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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